美国前总统川普遭刺杀 震惊全球严防政治效应 赖总统出席活动 维安规格大升级 特勤比起以往人力多了将近一倍 光是贴身随护将近有20人 支持者也被禁止跟总统合照 就连记者也被要求不能起身拍照 甚至连闪光灯都不能开太亮 随护神情戒备高度紧绷 提高维安这些都是 怕有模仿战或是类似的现象 有网友从美国枪手的穿着看出端倪 说枪手才20多岁 年轻打扮时髦又是政治狂热偏激者 根本是美国轻鸟 还有人翻出先前台中捷运的杀人犯 两人对比同样都是20几岁 对政治充满热情 美国枪手反川普 跑到对方阵营枪杀川普 而终结的杀人犯则是绿粉 曾经力挺罢免韩国瑜 特地从高雄北上 到来营执政的台中犯案 有人说这就是社会对立造成的仇恨感 有很多年轻人被删动 走上街头 告诉他好像用拳头用武力去抗争 好像很荣誉一样 各界也呼吁执政者应该要以此为警惕 不要制造仇恨或煽动青年 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 那个年轻人20岁 为什么对川普有这么大的仇恨 这种社会的对立 已经到了一个冒着必死决心 台湾这几年越来越残暴 杀人不当一回事 当然跟政治的氛围有关 很多政治人物 把这种氛围弄出来的时候 其实最后被干掉可能是他自己 川普遭枪击 差几公分就丧命 凶手行凶的背后 有数不清的仇恨动员 跟累积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